前一輛電動代步車停在馬路中央 老人家呆坐在上面 手足無措 狗群不斷的湊近 前前後後蹦蹦跳跳 後面有名機車騎士也很緊張 不敢輕舉妄動 有另外的騎士經過夢案喇叭 暫時讓狗群退了幾步 但是真正狀況解除 是一名女子拿著竹棍跑了出來 狗狗們繼續叫了兩聲 就乖乖閃開 駕駛代步車的老翁被五狗包夾 狗狗廢靠近老翁驚嚇 整個過程都被附近居民拍了下來 村莊那部分男女經過這條路上的人 多半都有被狗群追逐的經驗 尤其是慢車騎士 還有女學生嚇到摔車 李章得自套腰包付五百元的醫藥費 過去要趕狗嘛 結果他反而告我說 我拿木棒要恐嚇他打他們 要解決狗群追求的困擾 居民辦法用盡 甚至還簽了連署書 希望讓主管機關重視問題 根據市府記錄 當地民眾在三到四月 已經檢舉了四次 而李長通報三次 不過四組回應 圍離護欄擋不住狗群 動報處表示 從屋外出無細繩罪重罰一萬五千元 現在已經要求四組 如果再重放會通報捕捉 居民表示四組至少養了九隻狗 但是透天錯的低癌 樹蟲根本攬不住狗 到底該怎樣安心出入這一段路 成了全村傷腦筋的頭痛問題 三零星王小聚人台南報導